在这个笔法当中呢 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两者 也就是经常所说的方笔和远笔 那么这两者又怎样的关系呢 方笔和远笔也是在笔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古人呢 讲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 珍贵方 草贵园 他说呀 楷书啊 多用方笔 行草书啊 多用园笔 这个问题说的很准 讲这话的人呢 就是宋代著名的数学理论家 江奎 自白石 江白石 江白石 他讲的这话说的很准 他说凯书啊 就得多用方笔 行草书啊 就得多用远笔 用方笔的特点是什么呢 因为方笔显得凝重 显得规范 显得整齐 那么用远笔呢 显得流畅 显得活泼 写的字 速度相对也要快 所以 远笔和方笔这之间 是一个互相对立 又互相统一的这么一个矛盾题 我们来演示一下大家看 继续看 横画 这就是方笔 看 这是方的 这是方的 再看 方的 方的 怎么叫方笔呢 就是带有归角的 带有归角的笔画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宝盖 看 齐笔 方笔 这出现方 收笔 这出现一个方 再看这儿 出现一个方 出现一个方 出现一个方笔 这是写一个保证 大家就看得出来 这里多数都是用方笔 这就是楷书 要到星书阶段 就不是这样 比如说 星书 你看 这个地方发圆 这个地方发圆 发圆 发圆 它为了速度问题 我们写一个 比如说 这样 一个柿子 这些都是方笔 方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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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方笔 如果写成一个星书的话 你再看 非常万流畅 这就是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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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 星草书 再写起来 以圆笔为主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让它提高速度 圆笔 才能快速的输写 都是方笔 就不行 因为你在写转折的时候 你比如说 写这样一个 这就为了快 这就是圆笔 如果写这个铝字的话 你都用方笔 你就快不起来 因为它都要建脚 你得需要在那 有一个用笔的 一个速度上的要求 这就不相同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方笔和圆笔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麻烦的是 要注意在楷书当中 不是珍贵方吗 但是必须在方笔当中 参用圆笔 这个字才显得活泼 如果你在写楷书 虽然是珍贵方 楷书要贵方 但是你都用方笔 你拒绝用圆笔 你字出来是死板的 也就是说 并不是说 写所有的笔画 都要用方笔 而叫方圆将尖 方圆兼实 如果你写草书的时候 你用的都是圆笔 你拒绝用方笔 出来就优化 所以任何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度 我们虽然讲到 珍贵方 草贵圆 这话是对的 但是 楷书当中 必须参用圆笔 草书当中参用方笔 楷书当中参用圆笔 我们举例说 大家看 楷书当中 怎么叫圆笔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度 这是方笔 这无疑问 齐笔 柱笔 点都是方笔 看这一笔 是圆笔 没有角 齐笔是尖的是圆的 收笔是圆的 这当中齐笔 这是虚的 就发圆 发圆 建一点方 然后这笔 又建方 这笔 又发圆 这笔又建方 这笔又发圆 看 没有角 然后这纳笔 又是建方 有圆笔 有方笔 有圆笔 有方笔 才使这个字 既名重端庄 又不失活剥 这就是楷书当中 以方笔为主 以圆笔为辅 那么草书当中 大家看 也是这样 它当然应该 以圆笔为主 但是假如说 比如我们写着来去的去字 这是草书 这样你看 齐笔有点方 到这稍稍有点方 这就是方圆的坚实 方圆坚实 也有方笔 它就在转折当中 这过程当中 用出来之后 写着这字 非常的挺拔 秀丽 有鼓励 如果你不是这样 你完全用圆笔 这个字出来之后 显得是软绵无力的 比如说都是这样 你显得这个字 过于缠绵 而不清秀 而不挺拔 所以在这方面 在行草书当中 汪熙之用的是最为巧妙 汪熙之在行草书当中 该用圆笔的 该用方笔的 那真是到家了 这是令人佩服的五体头地 我们在学 汪熙之的时候 经常就说 在他远笔当中 忽然使用方笔 而且不影响速度 真是技术高超至极 所以我们在告诉大家 为了做到这一点 你得长期的实践 在不断的实践当中 慢慢的体悟 你想着有一天恍然大悟 休想 做不到 很难达到这种 只有是在一边施荐 一边灵涕 一边体悟 渐渐渐渐的 最后达到 我们的 懂了 悟了 达到这一点 见悟 使得一天猛醒 突然一天顿开茅塞 这是不实际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整体话题 就是用笔 在这用笔笔法当中 我们强调三个方面 就是在中锋与偏锋 用笔当中 要以中锋为主 那么在写欧体字 写二王这个体系当中 方笔与远笔 同样使的时候 要以方笔为主 在这个 藏锋与漏锋 藏锋与漏锋当中 写二王的体系当中 要以漏锋为主 但是 必须得二者结合 如果偏废一方面 或者没把主次关心中 明白了 那么你在灵帖当中 会失去方向 在这一点 朋友们 我想 我不惜奢必春娇 向大家说 也希望 年轻的朋友们 注意听我的话 我虽然写的 并不是十分好 但是我觉得 我谈的这些话 都是中肯的 都是最传统的 是正统的 然后 继续的